高度依赖俄罗斯能源进口的德国 在跟随美国的脚步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之后 经济遭受重创 与此同时 德国国防政策出现180度大转向 从原来的不像冲突地区运送武器 到对乌克兰源源不断提供军备 以及大幅提高军费开支 也在社会各界引发争议 德国民众批评声浪日渐高涨 就是决定了 现在军人是继续进宗里面 所有信息都夸显示出了 所有信息都在启极度上 尽头的民众派计理 尽头的绝对军人 是继续关系统主席 尽头的旗带方式 这道语讲一语 这道语是语言语言语言 是语言语言的 语言和国民众理解统的问题 这道路是继续的问题 这道路是质道的 道路是质道的 所以我们相信 因为我们的独 Herausforder事后最受到的利用心 军警方的选择 军户力度和军 ef力的思考 可能有没有空准状态的创受 海外观疫情后看很多钱是几财的几货 回望俄乌冲突发生了这两年 不仅国际安全形势变得更加动荡复杂 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胀高企 令欧洲尤其德国的民众不堪重负 德国各界涌现越来越多的反战声音 要和平不要运送武器扩张军备 因为世界多极化的潮流不可逆转 只有劝和促谈加强国际合作 才能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 给各国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